所以我們要成交的技術 你必須要知道那個STEPF SOP是什麼 第一個再重複一遍 第一個你要認同他 認同 認同他 說他的跟你討價還價不是惡意 你絕對不要有個心理說 這個是很規模的討價還價 你抱著很喜歡的心機 因為有句話你有沒有聽過 說 談話講到 能殺價的才是好買家 台語一句話我講 能夠殺你過的才是好的買家 不殺你過的才是好家 會殺你過的都是有意願 對 不會殺你過的他可能只是走買 對 問問說別家 所以可以在你價錢的公司 才真的會買 就跟買房子一樣 他跟你殺價的他可能就是真的有意願 醫院才跟你殺 不然他不會跟你殺 對 所以第一個你要認同讚美他的殺價是合理的 是應該的 才是心理的主 沒錯 第二個 你不要直接太快回答 要經過第二步 問他 他這個點對他有多重要 你剛說的是 續航力 對 為什麼你覺得續航力如此重要呢 還不開始想 因為我在火車坐飛機或幹嘛 我進來另一時間工作 對 原來他是非常有時間觀念的人 他同時給我訊息是說 錢不是問題 我就很有信心了 因為他關心的 只能賣他貴一點的機種 對 就可以賣高檔一點 對 他錢 不是那麼總是 所以第二個要確認 第三個名字開始要說明介紹 沒錯 續航力 我的電腦跟其他電腦有什麼不同 一定不同才會價錢貴嘛 對 然後它是這樣的差別 然後裡面又加了 的東西 讓你續航力更OK更持久 讓你值回票價 沒錯 最後一句話最重要 林先生我以上的說明報 有什麼遺漏的地方沒有 詢問 就是在詢問 對在詢問 通常我告訴你 如果你知道我三個步驟 到第二四步驟 幾乎都成交了 第四句話就是成交 請問一下 這個 林先生我以上說明 從那個遺漏的地方 記住看著他的眼睛 你要呈現說你是專家的樣子 對他一直眨眼 還不行 還想說你在幹嘛 還想說最怪怪的 所以你要看他的眼睛 叫關鍵 表現出你很有自信的樣子 說話語氣很肯定 像我剛才講到 說話有點嚴肅 你知道嗎 林先生我已經上了報告說明 有什麼遺漏的地方 沒有 然後就你的頭要停一下 因為這有什麼 呼應動作 我一點頭他就會點頭 他要咬很難 他要咬很難 他接受畫面是點頭的畫面 對 沒錯 這叫變魔術一樣 強迫選擇 對 好 所以經過四關之後 他說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 進入後面成交 所以第四關就成交了 所以我們台灣就把第三關告訴你 討價還價 有人覺得很難 的確真的很難 但你只要知道這四個步驟 他就變得沒那麼難 所以我們這個階段 跟各位報告到這邊 第二階段 一定要把自己形容出去 讓別人對你好的印象 第二個 你必須要 去把你的優點產品好處 要不要說出來 讓他能夠很快的理解 對 第三個就是 還有一些問題要幫他解決 不是你說一句話就搞定兩個 他一定還有一點點 他們問題不會太多 通常到這個階段 第三階段 通常遇到問題不會超過三個 對 三個已經很多了 像我們高手都做一個 做一個 一個把它解決掉 就成交了 用詢問句去成交 所以第三個階段 我們跟各位報告到這邊 是 我們現在進入第四階段 經過三個步驟 第二步驟 要開始把自己推銷出去 建立良好的印象 一般講 叫做自我行銷 這開始是引起他對你的 關注跟好感 那他能夠坐下來跟你談 坐下來談之後 第二個階段 就是你把你的產品的優點 強項要把他講出來 告訴他你東西好在什麼地方 在這裡面最關心的部分 你會不會詢問他 有沒有詢問的技巧有沒有 會不會詢問 剛剛講的 詢問的各種的方法技巧 我再跟各位 再質問再提一點好不好 你第一個先問出來 你最傷腦筋的事情是什麼 第二個問他 為什麼這事情讓你傷腦筋 對 如果這事情沒有解決 對你來講 有什麼樣的影響 這是第三個 我還要求 聽你剛剛講說 如果我的需要力不阻礙 很多事情都沒辦法搞定 沒辦法搞定 我到現場要去做PPT的簡報 說我PPT沒有做好 那就出糗了 出糗影響大 大 撞不到影響費 他想說沒有的話就回了 所以我在這裡給他打針 如果需要力不夠 你的PPT沒有做好 到現場去影響 沒有辦法用PPT 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基本上可能很多你想要講的東西 就沒有辦法做 你沒辦法有 就是效果不好 或者就沒有那好東西 就沒有加分的話 給我們產生的效果就不好 那不好的話 可能下次主辦單位就不考慮你了 不考慮你就沒有那個收入進來 就我在這裡給他撒鹽 所以續航力會決定你的收入高低 第四我說給我三分鐘時間 我讓你能夠快速解決你 續航力問題 我介紹一台 非常高CP值的電腦給你 所以第二個部分就是要講 會詢問 第三個會討價還價 第三個會討價還價 討價還價也需要 經過四個階段 任何成交技術都是如此 第一個部分你還記不記得 要什麼先認同他 先讚美他 不要否定他 否認他你又等於垂他頭 垂他頭 垂他頭就能垂自己 性感一樣 就能跟自己合胞過不去 對 依麻 第二個確認他的問題 真跟假 有時候他隨便說說有沒有 我就覺得你很貴對不對 像我剛剛問了說 你說跟很多的電腦比較 我們比別人貴了三千 我請問一下 你可以不要講 那同級數的電腦是哪一款嗎 調客氣直接問 有人拍誰 拍誰 我說你拍誰的話 那你就回了 直接問他 他講客氣問他 所以他舉出來說 具體有哪一電腦 你有兩個筆嗎 真相直到去比嗎 對 如果不是的話 他有互動的嘛 互動的話 就很容易說啦 就很容易 馬上就拿出你的產品 開始接到咚咚咚咚 跟別人比好不好 好在什麼地方 為什麼 我們這麼說 的 content 合起來八千塊錢 我只收你三千塊錢 只會票價嘛 對 所以第四個最好玩的 也是成交的話 你今天我也知道呢 報告和說明 有什麼要遺漏當名 覺得不ok的地方 這句關鍵話 這句話術 這是很成功的關鍵話術 現在叫第四個步驟 要全交對不對 前三彎過了 真的 青州已過三重三啊 你要到達終點 到達終點是很快的事啊 方法之一我告訴你 第一個 二折一把 二折一把 可以用時間來二折一把 請問一下 你是明天就要呢 還是後天才要 那還有兩個選擇 就先假設他要了吧 是明天要還是後天要 對 二折一把 二折一把 有很多方法 我請問一下 買這個電腦 有需要開發票嗎 有需要開發票 那你就假如他 如果沒有的話 就不要啦 把錢省下嘛 錢自己賺嘛 你可以用二折一把 問他 他比較容易回答 是 譬如說你用地方 跟他選擇 請問一下 這台電腦是 我直接說到 你方式呢 或者家裡呢 只有二折一把 對 用這方法 很多 你可以用地點 你可以用時間 你可以用價錢 都可以二折一 嗯 就是讓他非選一個不可 沒錯 這第一個方法 第二個叫做 最後機會吧 是 林先生 今天 遇到你真的很幸運 你也很幸運 因為今天就是 我們這台電腦 最優惠的時間 的 ending時間 那今天買 跟後天再買 真的價錢就差了 差多少不知道 基本上可能就差了 四千塊錢 因為現在原料 都在漲價 我們公司是為了 給各位有點回饋神一點 所以我們這一台 就是 犧牲的 這個價錢 最後機會吧 講一講 這就是最後一台 就最後的日子 用最後機會吧 人們也喜歡 喜歡 這麼一個方法 沒錯 另外一個方法 我覺得有點簡單 不過他懷疑 在猶豫的時候 也跟他講 某某人就是使用 這樣子的電腦 所以 他在這個續航力方面 增強 所以他的收入 增加了很多 那個老師也是 掌門投行的老師 他也是用這台電腦 你看 這邊有他 跟我 往來合照照片 他就使用這台電腦 所以難怪他在外面 歡迎的程度還蠻高的 是因為他有一台 續航力很高的電腦 他也是使用這款的 你可以把 你跟他合照照片給他看 所以 利用已經使用過的人的例子 做見證 那這樣子的形象 還有什麼難 如果這三個方法 都同時使用下去 那成交 真的是易如反彈 沒錯 所以真的 現在同學 成交技術不難 不是第四關 第四關是最簡單 最難是第一關 只要把自己最好的第一印象 要推銷出去 我現在講了 OK 你也講一講 在網路上行銷的時候 一些成交的小秘方 小技巧 小學校法 其實 其實我們在網路上成交很多不同的產品 對 就像博士剛剛講的 但是博士剛剛講的比較 像在實際面對面 實際面對面 對 你要講一下網路上 對 網路上大部分你沒有辦法面對面 你可能需要透過一些圖片 或是文字 甚至是像錄這樣子的影片 去跟人家介紹你的產品 那一樣 當你錄影片去介紹產品的時候 別人一樣會看到你的外型 你的談吐 甚至是你的眼神 這個就是剛剛博士剛剛講的幾個步驟都很重要 甚至是博士剛剛講 最後最重要的就是 今天優惠就到 最優惠的時間 就到今天為止 網路上也常常用 可能我們會用一個倒數計時的 計時器 然後現在剩什麼 58分 然後就要結束這一次的優惠活動 到今天晚上12點 所以你現在12點錢沒有買 你明天可能就要用一倍的價格去 對 所以也是強迫你說 欸 你要馬上立即行動的一個倒數計時器 對 那個等於也是跟客戶做最後的close的時候 就是說欸 你一定要今天買 不要再拖了不要再想了 就是這一台就可以了 這是很關鍵的 其實網路上 運用的很多的成交技巧 我覺得都跟實體很接近 很像 只是說實體可能是人與人之間面對面 但是網路 雖然大家通過電腦 但是你知道電腦的背後 或手機的背後也是人 不過電腦 東西比我們人還可靠 對 人還不會把你長那麼精準喔 電腦是擺上去人家一心二足 也不用你再去問那個 對方好不好 他就看得很清楚啊 沒錯 所以像網路上面成交啊 就像前面講的很重要 跟客戶見證 就很重要 是 很關鍵 因為別人會上網去查 對 然後還有就是 你的官方網站 不僅僅是人 成交 因為你人成交 是在你的店面裡面 像這樣子的一個店面 可是網路上成交 可能是你的網站 對 網站看起來有沒有很專業 是 然後你的產品影片 拍得吸不吸引人 是 圖案 然後你的網站寫的 有沒有打到客戶的點 就像博士剛剛 你要詢問客戶要的是什麼 那這些客戶要的東西的一個重點 你可能可以把它集結統計成 大部分要買這產品的客戶 第一名是最希望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可能買電腦 他想要解決的是續航力的問題 然後可能是功能性的問題 可能是價格的問題 可能是他有玩遊戲 可能遊戲規格 可以玩的問題 你把這些統整出來 全部把它列在文案裡面 我這台電腦續航15小時 我這台電腦適合玩高階遊戲 我這台電腦 然後價格跟同類型比起便宜 罰錢塊 然後我這台電腦功能的 你把這些全部文案都寫在裡面 客戶一看 哇 這打到我的心裡面 而且沒問題了 他可能馬上就會買 對啊 我可能今天上網買一台電腦 我第一次看 他有沒有寫續航 我這台可以續航15小時 我就有興趣了 然後我來寫 不好意思 你就上市了這個型的客戶 所以這就是在網路上 成交產品一樣的 只是說 你把實體面對面講的那些話 請問客戶的一些point 客戶可能會遇到的一些困擾 是 把他集結成熔案寫在網路上 我聽起來我倒很羨慕你了 我講得要死要活 我跟每個人都要講很多次 你很厲害 你把它擺上去就好啦 所以這台電子商務實在上 所以 親愛的同學 親愛的老闆朋友們 這是個虛實整合的事實在 是 但人還是活著 還是很實體的東西還要 不過像網路起來的 要特別懂得運用網路這個工具 讓我們可以節省掉很多口條 很多時間跟口水 真的是非常好 從以往現場可能已經值得一對一 每天的成交集 像博士一個彈十分鐘 一個小時彈六個 博士一天過多十個小時 頂多彈六十個 可是我在網路上 搞不好一天可以彈六百 我真的有點嘆一口氣 因為機器不會累 機器不會跟我要求加薪水瓶嗎 他24小時網站在這裡 對 我是晚上要睡覺 要睡八個小時 早上還要運動 還要吃飯 還要洗澡 還要休閒 還要看書 每一天無多多的時間就是這樣 可是網站在那邊 機器擺在那邊 別人上網看到 嘴氣都可以成交 這就是關鍵 一句話 我跟你們 ending一下 我們做生意的目標 做一句話 成交 誰能夠成交快 誰賺的錢多 那重點是要運用工具 既然我花比較多的時間 更貴才實體 因為那部分是我的強項 那也因為我跟明偉 最近在做這節目 也收到很多很多學員的反應 看節目是很OK 他說 你是不是也可以寫一本書 所以我就聽了你們的意見 你們都是我最好的研發者 我寫一本書叫成江的技術 對 最近有成幫集團的顧客文化出版 如果有興趣的話 當然要給自己有更多進修機會 真的是看看我的書 那同時也看看我的節目 這本書 真的只要花一張電影票的錢就可以了 但你可以去買一張票 花兩個小時去享樂一下 不過另外我建議的方法 買一本書在身邊可以隨時去看 除此之外 剛才講 林偉的重要性 絕對不可缺少 因為他是網路行銷方面的大人 他懂得如何做網路行銷 所以 怎麼樣能夠成交的方法叫 那個 林偉這方面有一定的相當程度的案例 或者成功的 顧問的 案子 我希望有機會 所以林偉我們有閒在來 花多一點的時間 來談談在網路上怎麼樣成交的機會 好 沒有問題 那重點 我必須要說 不管如何 網路成交也好 或實體成交也好 都是要學習的 所以我跟林偉我們共同設計了一個網站 他的網站名叫做 叫做 我跟林偉我們算相當的 愛分享一些喜歡做公益的事情 希望林偉有機會 多跟我們朋友說一下 那些弄好跟技巧 還是想 天外妙將漸漸的按下 我也必須在這邊 要做個組 還是必須把它打個岔 讓我跟林偉都有時間去吃個飯 我們安排一下 下次要談一下什麼題目 好 另外一個小事情 我順便說一下 不是光兩人談 你要找一些實體的人士來談吧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隨時可以到我們網站上 跟林偉聯絡 或者打電話給我們都可以 我非常歡迎 一起來加入我們一起錄影的行李 好不好 好 重要說 真的祝福各位 生意大家都能賺錢 多進入我們的官網看看 但是更重要的是 希望大家給我們一些看法的意見 對不對 讓我們節目做得更好更棒 沒錯 不得不跟大家說 親愛的朋友們 我們下回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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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